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欣欣 在我们农村上了岁岁的老年人 他们感觉是孩子多了好呢 还是孩子少了好呢 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 大娘 啊 你多大年龄了 82了 哦82了 几个孩子 几个 五个 五个 几个二 几个鬼女 三个鬼女 三个鬼女 两个 三个鬼女 两个 咱娘 你都这么生活啊 挂钱啊 我给那儿 在这里做什么 都干活出来 都没在家里 给那儿吃饭 啊 给那儿吃饭 在那里煮吧 在这里煮 哦 挺好 好 还大人呢 去世了 去世了几年了 我姐姐 他们不叫我胆吃 你感觉是胆过在那里好 还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儿都好 这么多好 胆吃也好 跟他们在一块儿也好 都好那些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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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你感觉着你这儿上的年纪大了 感觉着有孩子多了好 还是孩子少了好 你说 要说 等会儿你说 等会儿都叫要凉了 一个娘 要担心一点 躲了好 躲了好 为什么 为什么 都能好处照顾 都能照顾 担心了一个人的负担之后 哦 你说呢 是是是 一个孩子的负担之后 都被一个人躲了 累着吃 累着吃不了 是吧 是是是 都不在乎那些 今天一个孩子那里 要是下 一个孩子负担之后 有点毛病 一个孩子可以看 对对对 不能动 一个孩子吃乎不在 对对 要躲了呢 非难非难 不好意思 通过和大娘的聊天呢 大娘说了 孩子感觉孩子多了比较好 因为呢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孩子多了可以非难一些 一个孩子呢 就是压力比较大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